哈囉大家好,歡迎到YA Diary 從今年1月份開始我們周圍有不少朋友都一定有去看一場電影 連平常很少去電影院的我都默默跟上這一波熱潮了 那就是日本的經典漫畫《灌籃高手》的電影版 這部作品先前無論是漫畫還是動畫 對於我們這個世代來說應該是童年或者是青春期的共同美好回憶之一 時隔26年這部經典作品被搬上了大螢幕 結果在台灣上映才6天票房就破億 而且17天就超過了3億真的是12萬分的厲害呀 而快閃店的周邊商品就算花吃奶的力氣去排隊也不一定買得到 那說到這裡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要來開箱 我們自己有入手然後覺得非常有經典價值的灌籃高手周邊啦 那首先我們要看到的是這一些小卡片 這個呢是我妹她在預購電影票的時候有附贈的一個套組吧 不過呢我不曉得為什麼有書籤然後還有這個小套卡 但是你最後選擇書籤呢 其實因為我個人會看書也會看漫畫 所以書籤已經非常多非常多了 所以呢這組票卡她看看她既美麗又簡潔的現稿設計 這個是一瞬間就集中了喜好 毫不猶豫當然是要選擇這一款不佔體積又美型的好物啊 好那看完電影之後呢 我們就立刻入手了這個紀念套書啦 從1990年開始連載的灌籃高手呢 累計發行量是突破了1.2億冊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組紀念套書 它一共是分成了三合 書籤的拼接設計真的是很有感覺 有一種豪邁熱血又不失精緻設計感的氛圍 那我們從書籤上可以看到湘北海南 臨南翔陽山王還有風雨的成員 不曉得各位可以在這個瞬間 叫出幾位球員的名字呢 接下來我們要切入到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這個牛皮紙箱啦 它這上面呢還有寫香北 是一個非常有整體性的設計 那我們就打開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 公司這樣看真的是以為是什麼高級球鞋的鞋盒的港仔耶 它這旁邊還有寫這個 竹梯 一般來說可能是擠這個球鞋的尺寸嘛 不過這裡代表的是有17隻的公仔 那我們就立刻來打開看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樣的小可愛門吧 一二三 登登登 這裡面有兩層是香北的球員們 另外還有圓滾滾的安西教練 琴子和彩子 以及另外兩款的櫻木花道 全部都是Q版設計喔 好那我們就把香北隊做起來吧 首先看到這裡有櫻木花道三胞胎 黑色小背心的櫻木啊 看看這一款Air Jordan 是紅白相間顏色嘛 不過據說之後的版本會換成全白球鞋 大家後續可以再關注一下 那這個把手插在褲子裡面 以及看起來比較像是要上場的櫻木啊 都是穿Air Jordan One Brand 很經典也很香北的紅黑配色球鞋 小表情真的是很生動又可愛的 櫻木天才就是這樣子 第二郎當的搶者 接下來看一下櫻木的死對頭 兼CP的劉川 他的球鞋是Nike的Air Jordan 5 我對於他的印象啊 是平均實力很強 啦啦隊更強 打開說的騎車 更是牆中最強的角色 這次電影啊 以工程良天的視角出發 讓這個人物啊更加飽滿 你看這個傲嬌轉個二五八萬的小表情 手上還有哥哥的護腕 電影裡面呢 是穿Converse的球鞋 不過公仔塗裝沒有看到明顯的猩猩 赤木的大猩猩感 在公仔的呈現上更明顯了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發現啊 赤木身高很高 所以公仔也稍微的高了一點點 非常注重細節的設計哦 他在作品裡面呢 他也是穿Converse的球鞋 不過公仔塗裝也是沒有特別畫猩猩 這是我妹最喜歡的角色 雖然體力有一點不太好 但是不到最後關頭都不會放棄的三分球好手 是一個人物性格很豐富的角色 像所有其他的先發球員啊 都是穿美國品牌球鞋 那三井穿的是日本的亞瑟士球鞋 眼鏡跟一種好好先生以及好學生的形象 也是湘北先發五人最堅實的後盾 我小時候印象很深刻的啊 是他的回憶可以播半個小時耶 不過這一次電影啊 把漫畫裡面 他回憶赤木和三井和姐的橋段刪除了 這一版的材質 維持小時候看動畫的那一種厚嘴唇 這也是材質最明顯的特色 不過呢 電影版的材質啊 做了更美形的調整哦 但是不變的 是材質總是可以鼓舞功成 身穿學生制服的琴子好可愛哦 我們是覺得動畫版的琴子真的非常的美麗 不曉得各位 對於電影版和動畫版的琴子畫風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好來看公仔大熱門 是小美的精神之助老爹啦 看到這裡的各位 可以在留言區裡面 打出你印象最深刻的教練名言哦 看一下和我們想到的有沒有一樣呢 繼續看到第二層了 這邊是後備球員 香北的板凳上還有這六位 大家可以叫出他們的名字嗎 來看安田 他在全國大賽上有上場哦 就是香北和風玉的那場比賽 我對於潮起的印象啊 就是嘴唇比較厚的二年級同學 在後備球員裡面呢 腳田是比較高的人 我的印象是他的眼睛很少張開 那我稍微上網查了一下 發現他還被稱為是角田大帝 據說只要他有上場 香北就會贏 那我是怎麼記得 石井這位球員呢 那就是除了默默之外 香北另外一位 有戴眼鏡的學生 足手剛志 在印象中啊 他戲份沒有很多 我只記得 他有被櫻木搶過球衣 香田的顏值啊 其實還不錯 也是那種藤真系 看起來斯文斯文的男孩子 最後我們把所有角色一次排開 雖然是Q版公仔 不過細節上呢 連每一位球員的球鞋啊 都有特別的設計喔 非常精美 那除了香北的球員之外呢 另外還有一盒是 山王的球員公仔喔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找找看 我不曉得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 然後不是書籤呢 你會協助我拆開這個包裝嗎 你會協助我拆開這個包裝嗎 好的 我看來心裡有這個意圖 啊 鳳梨酥 為什麼鳳梨酥啊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快樂開箱啦 不知道你是否有跟上這一波灌籃高手的熱潮呢 不管以前你有沒有看過 這一次的電影絕對值得大家到電影院支持一番呀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會建議的話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硬要三井